特別報導時間呢 到底這個看足球賽 有沒有什麼看門道跟最新資訊呢 我們要把時間 交給我們的資深記者謝國安 好了漢主 那麼2014年的世界盃足球賽呢 現在在巴西熱鬧開梯 而第一場的比賽呢 就是巴西對克羅埃西亞的比賽 那麼巴西呢 是以3比1呢獲得了勝利 今天我們現場呢 也請到了我們的球評李鴻斌先生 來跟大家來這個分享一下呢 昨天整個看球的一個心得 其實那個鴻斌 昨天我們看到整個巴西的一個表現 可以說是令人非常的激賞 尤其是內瑪爾的這個表現 是不是更好 對 畢竟巴西一開始竟然是 奉送了一個烏龍球 那麼先是處於落後的局面 這是讓大家相當錯愕的 結果還好內瑪呢在上半場 他先搬回遠射左腳 搬回了比分 然後下半場比賽 他又罰進了12碼球 最後呢是幫助了巴西 那麼在商尼補時階段 再由奧斯卡呢 再補上一腳進去外的遠射 最後就是以3比1 拿下的巴西是回歸64年 在四足賽再一次在主場贏球 因為他們1950年呢 上一次主辦世界盃的時候 最後一場比賽是輸給了烏拉圭 讓他們丟掉了冠軍 是 對 所以這一次對他們來說 哇 等了好久的勝利 終於再次再來到了 我昨天其實看到整個 巴西的進攻的小組合作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 這個算是滿刁鑽 滿厲害的 而且幾乎內瑪爾這個進球 除了那個12碼球之外呢 不論是內瑪爾的第一球 還是說這個 在奧斯卡之後的 這個古時代進來的時候 全部都是長射 而且他們全部都是在行進間的時候呢 那麼用穿越這樣的一個過程 滾地球這樣直接進去球呢 非常厲害 對 所以從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呢 事實上呢 克羅埃西亞的防守 已經做得相當好 因為巴西今天他拿到12碼球 這是他唯一在進區裡面進的 那其他兩個球 都是從進區外面的遠身 那表示說至少 克羅埃西亞沒有讓巴西 讓他可以進到他自家的進區裡面 我們再回想一下2006年呢 克羅埃西亞在第一場比賽 在世界盃也是對到巴西 第一場比賽比數是1比0 進球的球員呢 這次沒有入選很帥的 前世界足球先生卡卡 那場比賽他也是用遠射來進球 所以表示說 克羅埃西亞在世界盃上面 兩度去遭遇到巴西 至少他沒有讓對手在運動戰當中 能夠在進區內進他的一球 所以我覺得 克羅埃西亞這場比賽雖然是輸了 但是事實上已經是表現得相當不錯 不過你昨天看這個 在這個內瑪爾在罰12碼球的那一球 在進區似乎有一點爭議性的一個狀況 對 因為那一個球 基本上比數在1比1的情況之下 那麼在當時呢 是巴西的這前鋒 克羅埃在進區內他靠著防守的球員 結果稍微他的左手 肩膀這邊被拉了一下下 克羅埃你知道 其實球員這時候有時候 就順勢就倒地了 就說執法的這個日本級的裁判 這球他是指向了這12碼 罰球點吹了這12碼球 那事後來看呢 大家覺得 因為這個動作其實沒有那麼大 雖然確實有拉到 但是好像沒有倒得那麼誇張 那在比數事實上是1比1 僵持的一個比分之下呢 這一個判決 某些方面來說 他也決定了比賽的勝負 我們巴西這12碼拿下去之後 事實上對克羅埃西亞來說 這場比賽 他的控球率只有35% 本來就是比較挨打的一邊 那麼他在落後的情況之下 他更難去追這個比數 可是很多人都說 昨天其實4顆球 3比1 4球全部都是巴西進的球 對啊 第一球怎麼會是一個烏龍球啊 對 那比賽開始11分鐘的時候 那麼克羅埃西亞在左路的一個進攻 那麼由老家歐立舉 從左路的一個第一船 這時候在中間呢 包括巴西的球員趕快地回防 在中間克羅埃西亞的前鋒 那一球他要射門還是要露給隊友 有點踢空了 那後面是趕著回防的那個Marcelo 那Marcelo他是向著球門去的 那這時候前面的球員 進攻都沒有碰到 他根本就來不及去做出反應了 他的腳就碰到了球 就把球碰進了門內 所以這個球 基本上Marcelo也是有點冤 所以這一球 雖然是奉送對方一個進球 但是呢 當時巴西的門將Julio Cesar 馬上就過去 他也沒有去斥責他 馬上去安慰他說 他知道這不是你的錯 那事實上比賽開始才11分鐘 還有很好的機會 那巴西他們不能夠在這時候去泄氣 事實上也證明 他們確實是重新回到這場比賽當中 不過鴻明你會不會覺得 巴西其實